六百多位艺人事业令狐冲直播仅无半人观看 TVB大昂馆现在开馆 今天馆长带大家一起看看TVB明星的现状有多惨 如果环境好些 如果疫情退了之后 TVB可不可以加少少人工给我们 等大家苦虑了 如今的TVB就算是收拾保障设施曼 参加一次精彩活动也仅能拿到两万港币 这与郑爽208万日新的天价频流相比 简直是云泥之别 正因如此 许多议员不得不开始向内地发展并开展副业 被称为最帅领狐中的吕颂贤就尝试了直播带货 可惜直播间人气惨淡 仅有二百人观看 最高是也不过五百人 这不禁让人觉得十分悲哀 巅峰期的吕颂贤曾与江华 胡永辉 万启文并称为双生双胆 除女作电影《拳王》 便获得了金像奖最佳新人提名 她与萱萱中演的《离岛特警》 也让她首次入围TVB实地 可以说起点非常高 但随着与无信电台的解约 加之她在内地投资了多家素食餐厅 影视上的产出并越来越少 这使年轻一代对她并不太熟悉 近日她在上海进行了一场街头人气测试 虽然她整个人状态不错 测试结果却不尽人意 仅有两位路人能叫出她的全名 同样转战直播带货的 还有三届是迪罗嘉良 去年六月 她加盟了短视频红人广东夫妇的直播 开播前她并已经预热了两天 59岁的她穿着夸张的红西装 在镜头前卖的表演 还拍了两条独威视频 直播当晚仅有2万人左右观看 最后的成交量也很低 近日她还被拍到出席某商场家具品牌的上演活动 活动现场十分清冷 舞台也十分简陋 仅有两台音箱 不少人表示罗嘉良再次讲身段 作为TVB的老戏骨 罗嘉良曾出演过多部经典剧集 如《创世纪》中的男主角叶永天 在1997年至2002年间 五年间 她遍三次夺得TVB万千星会颁奖典礼 最佳男主角奖 成为首位三夺该奖项的艺人 自2001年起 她北上发展 近年来参演了四美人 东宫等多部剧集 如今59岁的她 本应是该退休的年纪 却依旧卖力工作 让人感慨老婆的同时 也不由得觉得有些辛苦 6月9日 前TVB一人陈建峰 被曝在座潜水教练时 导致学员逆亡 报道称 他在一堆鱼教学移民众联男子时 发现对方消失 于是急忙上岸寻找 最终该学员在码头被路人发信 疑似因溺水失去意识 抢救无效身亡 这一消息 让陈建峰身处一轮悬活 面对记者的追问 他不得不火速搬家 且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他曾在每人心急中 实验汉文帝刘恒 在TVB雪景系列剧中 饰演李波桥 但后来 因不适合娱乐圈工作节奏 加之自身身体问题 他便低调转行 做起了潜水教练 凭借一不容情中 丁有康一决走红的温兆伦 近年来也加入了直播大军 他在直播间 为某品牌的卫生间带货 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大家纷纷指责 他掐烂钱 自己的风流战役大把 还利用女星用品来赚钱 为此他还特意发问回应此事 让各位男士好好反省反省自己 要知道 他除了有三段公开的婚姻外 还有近十位绯闻女友 且有多段恋情都不患而散 这让他的名声深受影响 并被打赏渣男的标签 同样直播带货的 还有在老表你好野中 饰演汐笛笛的演员陈佳佳 他近年已将演员作为了副业 而将主播做成了主业 最美阿克两小兵 近年来也开始转战内地劳金 除了直播卖化妆品牌 还会参加一些商演 在网上流传的一段 他在商演上卖力唱歌的视频中 两小兵身材走样 完全不复曾经刚解继续的模样 曾在天龙八部中 饰演逍遥子和乌鸦子 在唐新凤宝中 饰演钟嘉欣哥哥常在得的 TVB黄金配角李承昌 不仅是一位好演员 还是一位好爸爸 他为宫女儿出国留学 不得不再拍戏空闲 兼职做地势司机 来为女儿赚取足够的学费和生活费 对此他自己心态十分好 一点都不觉得没面子 其实做这一行 我没想到我会有今天 我会不会 你没的了 那怎么 那时候我回不了银行的了 比如我住过二十几年 我回不了银行的了 就说的士咯 我有机会的话 我有的话 我就要 要存低它 在九八万鲁领机中 实验胖头脱的车保罗 由于外形独特 所以只能出演一些配角 2003年开始 就连配角他也仅仅拿不到了 偏偏这时 无限还提出了 每年两千元低薪的需要价格 这让他一气之下离开了TVB 自此并开始了他的人生低伍戏 最落魄时 连母亲去世他都没有钱安葬 还要向外界抽钱 甚至一度需要靠着领救助京都制 如今他是一名 在菜市场工作的街道京都 虽然工作所思辛苦 但也算能养活自己 曾在83版社交英雄传中 实验繁衍红别 在使徒行者中实验总景思郭雪华的老戏骨刘江 近日以特邀评审的身份 加盟了TVB全新打造的综艺好声好戏 大家纷纷猜测 这是不是老戏骨刘江回潮的前兆 但他本人却并没有作出回应 自1981年千月无限后 刘江为TVB效力了近40年 可以说将自己的半生都奉献在了这里 但却在2020年1月因薪资问题 与无限约满后离朝 他在巅峰期 每个月能拿到6万元的薪水 即便相比其他一元 这个价钱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为了供儿子去英国留学 他不得不白天在TVB拍戏 收工后再到亚市做一些配音工作 可是随着香港娱乐产业的衰败 他的薪资也一向在讲 不仅在2019年被降到了7500每月 还在契约时 被无限开出5000元每月的低薪资 正而他十分心寒 不仅在采访中痛心疾首地表示了 无限无人可用的悲哀 也最终导致了离朝 在疫情的打击下 无数行业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香港某娱乐记者曾爆料 目前全港又有600位明星事业 正因如此 香港电视娱乐有限公司 便做出了一档真人秀节目 《钟老夫一作》 节目邀请了六位面临转行困境的演员 其中片包括金牌绿叶敖嘉年 他曾在TVB台庆剧 《金国英雄之一海豪情》中 饰演命运悲惨 却又单纯善良的排骨仔 节目中 他转行成为一名外卖员 但却麻烦重重 不是遇到下雨 就是因经验不足迷路 或者手机没电 总之看起来十分可怜 对于TVB的低薪酬 不只被一位艺人吐槽过 就连影帝吴振宇都表示 在TVB的薪水入步不出 我已经是TVB能代表艺人队在台行 拿着当队长了 观众群很多 你成为一个比较人家知道你的人物 但是你没拿到那个商品那个钱 你不能坐公车啊 你不能开销大了 对开销大了 那就不够啊 入不敷出 对吧 马博明也曾在采访中谈到 大批艺人的吐槽 归根到底都是因为薪水问题 你是见到很多一二线啊 很多前辈啊 很多很厉害的人在这里 现在又少了很多 原因呢 我想不知道 你问我可能最基本是钱 施地利奥想也曾深入剖析 如今内地市场的高速发展 香港无法与之相比 市场就控制一切 资金是一个问题 钱是一个问题 你在香港的市场这么小 其实你很难和内地比 内地的资金和市场实在太大 当有钱就可以做到 因为真的 所有东西都是钱来的 可见TVB的待遇 已经遭到大批艺员的不满 如果无限不能及时做出盛盖 即便有再好的剧本 也会造成无人可用的困局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欢迎留言讨论 关注TVB的案馆 馆长带你了解 更多TVB幕后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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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